台灣總統大選今天正式開始投票 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 昨天在被視為綠營票倉的高雄市 向南部選民拉票 馬英九發言的時候 多次提到兩岸關係的議題 並指ACFA政策有助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我是代表ACFA 這就是幫助人民做勝利 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各位鄉親時代 現在台灣已經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我說 台灣的改變我們都倒退了 我們營業後一定大刀割斧 讓台灣脫胎換骨 阿里奎 另外馬英九強調 當選之後會繼續維持不統不獨不武 確保兩岸和平發展 我們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上 推動兩岸和平發展 我們已經為兩岸關係 打造了一個可大可九的模式 對不對 馬英九今天出席了多場 在高雄市舉行的造勢大會 而他在完成作 在紅時代外面舉行的 國民黨選前之夜之後 將會移屍到台中市繼續拉票 而今晚將會是所有候選人 最後爭取選民支持的機會 舒仔絲記者 李卓謙在台灣高雄報導 본案 國民黨選urch 取選民速公主 由邊啊 挑選民速公主 不可能